各位師兄 大家好 今天晚上是說佛陀十號之中的第二號就是叫做應供 應供這個名稱 阿羅漢也稱為應供 這個應字 如果他讀應字音 這個應就是受的意思 即是接受供養 就叫做應 但是如果我們讀應字這個應 就是說應該受供養 因為阿羅漢也是應供 因為他也是出世的聖人 如果供養阿羅漢也有很大的福 不過阿羅漢在修行的位置中 只是斷見師煩惱 了脫了焚斷生死 只堪可以受人天供養 所以阿羅漢叫做半供養 唯有佛如來三煩惱 三煩惱就是見師 陳沙無名 這三煩惱 這三煩惱斷了之後 一切功德的善法已經是圓滿了 不單獨應受人天供養 更應該接受九法界聖凡的供養 所以佛陀稱為全應供 這個應供就是 是堪可以為世間作福田的意思 堪為福田號 堪就是可以的意思 可以做世間眾生的福田 因為我們知道世間的田 這個田是譬如 世間的田是能夠生長五谷種子的果實 出世間的田是能夠生長福德善恩的果實 但是世間的田有好有不好 如果是那些田更少能夠收穫多的 就屬於良田 美田是好的田 如果你種多而收穫少的 這種就屬於秀田 是無田 現在說福田就屬於譬如 諸佛世尊 好像一塊肥田一樣 因為我們眾生能夠在佛之處種福 最重要是用恭敬心 歸名供養 有人發心供佛 雖然是一滴水這麼微小 如果是全恭敬心 將來所得的果佛是很大的 不單獨 眾小能夠收穫多 而且決定得福 無有窮盡為將來成菩提佛的原因 所以供養佛是屬於福田 相信大家都聽過這段故事 因為佛世的時候 有一幫小孩子 他們是在郊外玩泥沙 用泥沙來建倉庫 來建屋 把那些沙堆在倉庫裡 就當成米 他們在玩 剛剛遇到佛陀 出外行法 和那個蘭尊者 當時其中有一個小孩子 看到佛 他當時看到佛的心很恭敬 他把那些沙泥用瓦片 筆換那些沙泥 當成米 拿去供養佛 他所傳的 就是這個恭敬心 後來佛陀很歡喜 接受了 接受了就祝福阿蘭尊者 他說阿蘭 你帶這些沙泥回去 放在我住宿的房間 鋪在地上 當時阿蘭問佛 後來阿蘭問佛 世尊 那些小孩子跟你玩泥沙 為何你這麼歡喜 接受他的泥沙 還這麼緊要 拿回你的房間鋪地呢 佛陀和阿蘭說 阿蘭 你知不知道 佛法最重在於發心 不是重在於事上的多少 如果這個人發這個恭敬心 他這種心是屬於清淨心 這個清淨心 他的功德是很大的 這個小孩子 他雖然是供養我泥沙 但是他的心 非常之歡喜 以歡喜心來供養 他這種是屬於殊聖的功德 故事 這個小孩子 當我裂盤了之後 一百年間 他應該是做國王 他的名字叫阿蘇加 即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那個阿蘇加 他說這個阿蘇加能夠統領嚴浮堤 很多的國土 在經裡面說 阿蘇加是屬於鐵輪王 轉輪王是有四種 有金輪王 有銀輪王 有銅輪王 有鐵輪王 金輪王是統領四大部州的 鐵輪王就是統領一州 一南是岩浮堤 即是現在我們所住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所住的 聽為是藍州 這個藍州叫做聖金州 就是岩浮堤那棵樹 有一棵聖金樹 有一棵岩浮堤樹 就是用這個樹來立名稱的 我們這個藍州 就叫做聖金州 是在衰微山之南 相傳說阿蘇加是鐵輪王 統領這個藍州 在經裡面說 凡是人士能夠交通得到的 這裏是屬於藍州來的 所以佛陀說他將來是應該為嚴浮堤的王 他能夠統領很多國土 興隆佛法 在岩浮堤裡邊 為我在佛塔有八萬四千個塔這麼多 所以我們知道佛稱為福田 就是因為他能夠布施供養少少 好像這個小孩子 布施供養佛 一個瓦片這麼多的泥沙 就是因為深存 恭敬心的緣故 所以就得到這麼大的福報 由此可以我們知道 我們所做的供養 所做的布施這些功德 一定要深存尊重 深存恭敬 如果心是 只是想著布施供養 我是求福的 即是這個心變了 不得智成所得的福 就變了會有打絕扣 在《法花經》裡面說 若以恭敬心 乃至以一花 一花很少 一朵花 或伏彈合掌 乃至舉一手 就是向佛前 舉一手 聞信 或伏小低頭 就是向佛鞠躬 以此供養佛 皆得成佛道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動作很少 總是問一下信 谷下公 只是供養一朵花 是很少 供養物很少 如果我們的動作也很少 但是因為你的心 存公敬虔誠之心 因此種落這個善根 由這一點的善根因緣 漸漸漸漸培養到 將來都可以得勝 無上佛果 所以佛陀就好像世間的糧田一樣 種小是收穫多 更勝過其他的 更勝過藥干培 就是好像世間的糧田 雖然種得多收穫多 但是我們在佛的福田那裡種福 我們所收的福布是很多很多的 因為佛的一切煩惱都斷盡 一切功德已經是成就 正所謂諸惡是永盡 眾善已經是圓滿 他的人格是最極偉大的 同時佛在過去無量劫海修行行菩薩道的時候 他因終行菩薩道寫身體頭目碎老 各成妻子家財真寶救濟眾生 過去做很多很多救渡眾生的事情 現在既然成佛 我們應該供養它 應該接受眾生的供養 等於什麼呢? 等於好像世間的父母一樣 父母養育魚女 對魚女愛護的心 是無微不至的 所以經過多年的辛苦培養教育 用多少心血 然後才得到子女成才長大 所以在一部經叫做大乘心地觀經裡面說 他說父父是有慈恩 慈母悲母是有悲恩 慈父的恩高如山王 慈母的恩深如大海 所以父母對於子女是有大恩德 做子女的是應該孝順供養父母 諸佛世尊是生育我們眾生的發生 培植眾生的遺命 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發生 什麼叫做遺命 我因為上個星期已經說過 不惜犧牲都是以救渡眾生為目的 令到眾生在生死熱老之中 是得到解脫清涼自在的 所以此因此得 更勝過世間的父母 因為世間的父母愛護我們 培養我們都是在這一生的事 但是諸佛世尊不止這一生 在祂那裡種下善根 由於一點善根 生生世世都能夠得到 遇到善恩緣 生生世世都能夠種下福 而直至成佛 所以佛對我們眾生的恩德更超過世間的父母 因此我們眾生應該是敢念佛堂的恩德 而修供養 所以稱為應共 同時佛在恩中修行的時候 祂的道業未成 受人供養 心未免是未免是 有一些覺得不是完善 有些慚愧心 但是現在道業成就之後 三業純清淨 了脫了生死的前方 正入三國原明的位置 可以為信詩作福田 雖然受善味、美味 受大家這樣供養 但是竹堪可以接受而無愧疚 因此如果有人供養佛 乃至到一杯水 一朵香花這麼微小 將來所得福 都是無量無邊 由於肥田 眾小而收穫多 其實佛為眾生作廣大福田 不單獨堪受人間與天上的供養 更應該是受九屆聖凡 甚至到聖文元國菩薩 亦都應該要供養佛 故此應共稱為 坑為福田號 所以在佛說十號經裡面說 使得世間所有的衣服、餓具、飲食、湯藥、銅番、寶蓋、香花、燈果 可以及天上人間最上的物品來供養佛 他可以獲得最上富貴吉祥的福 因此這個名號稱為英共 又叫做坑為福田號 坑可為世間眾生作福田 第三個名號稱為正騙之 正騙之 正騙之 由一個名稱為騙之法界號 這個法界有事相的法界 以及真理的法界 什麼叫做事相的法界呢 這個事就是事情形相 事情形相的法界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好像現在我們六凡的凡夫 天、人、阿修羅、地獄、鬼、畜生 以及四聖、聲文、玄閣、佛、菩薩 六犯、四聖 就是十法界 我們這個十法界之中的一切的衣報、正報、修恩、正果 這些是時相的 這些事情是有形相可見的 這個十法界的種種事情、修恩、正果 這些是屬於時相 這些事情就是十法界之內 那麼多這些衣正、因果、所有的事 是無量、無兵、那麼多諮別不同的 這些是屬於事法界、是時相這方面 理法界就是指一心之理 是平等、無諮別的 所以這個正、騙之 我們可以分開正、騙之 和騙之來解釋 這個正、騙之 就是真實的智慧 屬於般若的實智 照見這個真理 知道一切法 都是唯心、自性 從這個心中 是言出種種法千、千萬別不同的 所以經裡面很多說 諸法所生為心所言 是有彼、有恥、有自、有他、有言如、有貴賤 是不同的 這些都是屬於幻上 不是有真實的體性 我們眾生的情執 就是從自心還言不實的諸法之中 就妄執為實法 我們記得 我記得中國有個畫家 這個畫家叫趙子昂 他所畫的 他是專一喜歡畫馬的 他畫一匹一百匹馬 整天都是心在想著 每一隻馬的神情動作不同 所以他在想著想著 精神進入了馬那裡 因此有一天 他的夫人走去找他 找他不見他房間 不見人 以為他下了蚊帳 以為他睡了 就去找他 一打開蚊帳 原來整隻馬在 因為他的精神進入了馬那裡 所以 那次有位元英老法師 元英老法師 是太虛大師的揭拜兄弟 他是講的《靈嚴經》 講到知法所生為心所言 但是有一個人是唯物論者 當時就是去質問元英法師 他說 你說講一切法都是為心所言 你現在就驗給我看 你驗一隻馬給我看 當時元英法師說 他說這個問題 我現在不能答覆你 明天 明天 我就會答覆你 他說明天 我會掛一個牌在外面 掛一個牌在那裡 就答覆你這個問題 後來元英法師那晚回去 他在想怎樣答覆這個問題 後來他後來一想 趙子昂曾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他用那個 當時馬上寫這個牌在那裡 趙子昂 馬便話 唯心乎唯物乎 這個問題就是答覆了這個質問他的人 所以在佛經裡 諸法所生 為心所言 我們眾生就是有這個迷情 從自心患然不實的諸法之中 妄執為實法 在這個五穩四大和合無常的色身之中 就執為實我 繼以為常 因為又有我又有人 有人我 有自他有彼此的分別 以至到 在煩惱做惡業流轉生死之中 佛陀由於般若的實質 要知道一切法都是沒有真實體性的 因緣所生法 所以在平等真心之中 就沒有了解到 沒有生滅 沒有去來 究竟清淨 這樣知就叫做正知 其次這個騙知 就屬於權巧的智慧 亦即是逐帝的智慧 知道這個事法界 有體、有相、有種種的差別不同 有四性、六凡不同 有依正、因果不同 世間的生滅 異相、人我、變遷 種相、別相的差別 種種不同 正所謂 無量無邊 這麼多法 一一法 他都能夠了達到 在法花經裡說 佛所成就的是第一欺有難解之法 為佛 以佛方能究竟 究盡之法的實相 所以當時在法花經裡 佛陀是講到十個儒事 佛陀所了達的 每一種法 是有祂的特性 每一種法 是有祂形相 每一種法 祂的體質是怎樣 每一種法 祂的力用是如何 每一種法 祂的造作是怎樣 同時每一種法 有祂的修恩 每一種法 有祂的助緣 也有祂的結果 有祂的受報 這個果 和那個報是不同的 這個果 就是譬如 好像我們 準備做一件事情 準備或者是 做一種工作 一個生意 你發心 這個心就是你的恩 有你自己的知識 去安排 有你那些 其他種種的幫助 種種的物質幫助 這種是屬於助緣 直到你這件事情 辦妥了 又是你的結果 當你這件事情 完了之後 你從這件事情之中 或者生意之中 而得到利潤 得到生意好 得到利潤 得到安樂 這種是屬於報 是屬於受報 所以果和報是不同的 對於每一件事 他的結果 他的報應 他的仇報 以及他的根本 以及他的資末 以及究竟 通通這些事情 都能夠了知到 這種是屬於 騙知 是屬於權巧的智慧 上來所說的 性 上 他的特性 他的形相 他的體質 他的力用 乃至到 他的根本 究竟 每一樣都加個如是 下去 所以就是如是性 如是上 如是體 如是力 乃至到 如是根本 本末究竟 這裏屬於十如是 在《法花經》裏面的方便品講 這個十如是 這個道理包含得很大 就是說 十法界 四聖 六凡 他們的醫報 他們的正報 他們的恩怨果報 通通都包括在來 所以在這個十如是之中 天台中 就將他們配合 百戒千餘 這些道理 所以佛陀對於這些佛法 十四聖六凡 種種的恩果之法 都能夠了知到 他的來源 明白到 宇宙萬有的原理 所以在《靈嚴經》裏面講 行沙界外一滴之羽 尚之投訴 行河沙界之外所落的多少滴羽 佛陀都能夠知道 這些就是屬於佛陀的騙知 是屬於他的權巧智慧 正知就是屬於真實的智慧 屬於實智 了達真帝的義理 騙知就是屬於佛陀的權巧智慧 騙於這個十八界的道理 都能夠了知 佛陀的權知 實知 明白到真帝 逐帝的意義 通達到十八界的事理 平等覺察得到的 因此叫做靜田知 好 好 我們請Fanny Fanny你讀一次經文 好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 佛告 佛告須菩提 於意雲何 如來 識在言登佛所 於法有所得佛 畢也 誓尊 如來在言登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 須菩提 於怨雲何 菩薩莊嚴佛土佛 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是故須菩提 諸菩薩摩克薩 摩克薩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息 心不應住息 正向微觸發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須菩提 譬如有人 身如衰微生和 欲欲欲云雲何 視身為大寶 好 衰菩提 言 甚大 細尊 何以故 佛說 非生 是名大身 這裏就是佛同衰菩提的講 衰菩提 你認為如來 以前在延登佛所 對於無上正等正覺的法 有沒有正德呢 衰菩提 他說 細尊 如來在延登佛所那裏 對於這個正等正覺的法 這是虛幻中的事 他什麽都沒有得到 實在是沒有任何正德的 衰菩提 他就說 那你的意思是怎樣的呢 菩提 菩薩 法 法心用這個 佛師 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 般若 般若等六道 萬行 來莊嚴佛土 因為他們所說的 莊嚴佛土 本來是沒有的 沒有這個莊嚴佛土 是等待他們去莊嚴的 只不過他們是借值莊嚴的名稱而是虛幻的事 佛佛又說 佛又說 一切的相都是虛幻的 一切的相都是虛幻的 應該如是生無上正等正覺的清正心 是不應該 執著 這個在物質上的 而這個 想說要生 這個正等 那 無上正等正覺的心 如果你一旦執著在物質現象上面 這樣 這就是凡夫 那些虛妄的心 是不應該執著在這個 聲色香味觸法 上面 生這個意念的 九七 你就要受到這個六層的蒙拜 來束縛 妄念不斷地生起 這樣怎樣可以生這個清淨的心呢? 要有清淨的心 是要修一切的善法 要離一切的上 才行 衰菩提又說 譬如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身體好像衰微山那麼大 那你認為他的身體是不是很大呢? 衰菩提又說 非常之大 世尊 但是這個人的身體雖然大 但是不能夠稱為大身 為什麼? 因為他的身體再大 也是有生有滅的 都是會有輪迴的 而說這個清淨的本心 應該是發身來的 這個心是包括了很大的 虛空啊 遍法界的 是無相無處的 這個只不過是借一個藉口的名稱 稱之為大身而矣 對 我講到這裡了 請老師補充 我覺得很好 蕭文今天 你繼續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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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很有興趣研究金剛經 我現在說一下 佛告衰菩提於以雲何 原來色在閻燈佛 所以佛有所得佛 佛也世尊這裡 講這個閻燈佛 釋家世尊經過三大 是柯爭奇劫修行 然後才能夠得到成佛 當他修行至到第二個柯爭奇劫將近滿的時候 他又遇到這尊閻燈佛 閻燈佛又叫做定光佛 這個定是金字邊一個禅定的定 又叫定光佛 為什麼叫做定光佛呢 為什麼叫定光又叫做閻燈呢 就是當他初初出生的時候 他的身上是很光明 由於好像點的大光燈一樣 所以稱為閻燈 就叫定光 當時 釋家牟尼佛 當時閻燈佛出生 釋家牟尼佛 釋家牟尼佛是屬於第七地的菩薩 他那個時候 他是從一個其他教學到的那些人出家的 他的名字是愚童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經裡見到有愚童菩薩 即是當釋家牟尼佛過去生中的時候 又稱為他的善為 在經裡有時稱他為善為童子 或者稱他為善為先人 或者稱他為愚童先人 因為他曾經跟一位繁智出家學道 他畢業了之後回家 後來得到五百個金錢 得到這五百個金錢 有些經就說他跟五百個外道論譯 以前印度很喜歡論譯的 他的風俗 得到五百個外道論譯 因為他論譯了 所以得到五百個金錢 他就想把這五百個金錢拿去 扣謝他的老師 對他教導的恩典 當他去的時候 誰知道在路途之中 經過那個國家叫做蓮花國 進去那個國家 看到街道很清潔 他的市場很整齊 為何突然間有這麼好的環境出現呢 他覺得奇怪 又去問一下那些路上的人 原來知道那天因為整潔街道的理由 就是預備歡迎賢登佛來說法 他在想 佛是一切智人 只是難逢難遇 不能錯失一個機會 於是他就想 這樣的情形 他不去見他老師 他想先先去見佛 誰知道 當他想去見佛的時候 在路途之中 遇到一個皇家的婢女 他拿著七枝金蓮花 他想想買去見佛 用什麼去見佛呢 所以想跟這個皇家的婢女 買金蓮花 這個婢女說一百個金錢一枝 他有五百個金錢就買了五枝 後來這個婢女知道他拿去供佛 另外兩枝托他帶去供佛 他手拿著蓮花去供佛的時候 非常自成歡喜 為什麼在入城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 有很濕 很潮濕 有一塊濕的泥土在這裡 他想想 如果佛陀來這裡 插進去濕的地方 腳就會垃圈了 因此他那種自成心 那種恭敬心 突然真的生起 將自己身上所穿的綠皮衣 除了出來 鋪在地上 同時 因為那塊泥土就大 那他又不夠 又將自己的頭髮 整個頭髮 以前那些人的頭髮 在頭上蓋起一個雞 將頭髮打散了 鋪在地上 請佛 走過 請佛當時 賢登佛 知道他的信心 極之堅固 知道這個人 應該是屬於法器來的 堪可以接受大法的 於是 就跟他說法 他證到無生法忍 這個無生法忍就是 了知到一切法 無法 沒有這個 生相 因為一切法是原生的 無生相 亦都無滅相 他生滅都是因緣和合而有 亦無生 無生相 無滅相 無生無滅 亦都無去無來 內心之中 是無所動搖 所以這種境界 忍可於心 安然不動 這種境界 這種境界 叫無生法忍 這種境界 這種境界 在燃劫之中成佛 這個佛號叫做 釋家謀利 教化眾生的國土 就叫做 娑婆世界 故此 在這個經裡面 如來適在燃燈佛所 依佛有所得佛 佛也世尊 如來在燃燈佛所 依佛實無所得 就是佛陀 問衰菩提 當時我在燃燈佛的座下 得蒙壽記 是不是在燃燈佛有所得呢 衰菩提是解空第一個人 所以說 佛也世尊 你不是 如來在燃燈佛所依佛 實在是無所得 因為如果是有所得 就變了有執著心 有所失著心 有所取捨心 這樣 還變得是 和眾生一樣 那些衰菩提 是了知到 這種知法實上的原理 本來如是 是無記可受的 如果覺得有記可受 起了執情 這些就是有違法 根本就不懂得 真正受記的實意 所以衰菩提說 如來在燃燈佛所依佛實在是無所得 他的意思就是 燃燈佛為釋迦牟尼佛受記 或者有人以為有一樣廣大的法 特別傳授給釋迦牟尼 又或者是以為有一個秘仇之類 即秘密 仇仇之類 這樣就真正有法可得可傳授 故此衰菩提說 了解到 在佛的真法之中 沒有能受的人 和法 也沒有所接受的人 和法 正是顯出 所謂受記 是以心 人心 心心相契合 如水 合水 似空 合空 這種才是真實受記 在這裏底下 衰菩提 佛陀問 是否莊嚴有佛法 有佛土可莊嚴呢 恐怕有人又懷疑 你莊嚴佛土 為何你又有莊嚴佛土的事情發生 以為佛陀又去執著 所以佛陀問衰菩提 是否菩薩莊嚴佛土是有所莊嚴呢 因此 因此 衰菩提說 菩薩莊嚴佛土 佛爺世尊 是沒有的 為何 為何沒有 莊嚴佛土 即非莊嚴 是明莊嚴 莊嚴佛土 佛土是有形相 所以說到這個莊嚴佛土是有三種 一是形相的莊嚴 這個形相的莊嚴是莊嚴世間的佛土 由於建造佛寺、弘法道場、寫經報師、修徹供養等功德莊嚴 這種是莊嚴形相的 是世間的佛土 令人體驗到佛地清淨、內心輕安欲悅 這是形相莊嚴 第二 而莊嚴身佛土 即身是身體的身 莊嚴身佛土 就是菩薩引導眾生 令到人與人之間能夠互相恭敬 互相所說的說話是和合語、慈愛語、安慰語 令到大眾共處一場 一個場合內身心歡喜、互相尊重的 這種是莊嚴身體上的佛土 還有一種莊嚴深的佛土 就像《維摩經》中說 欲正佛土,當正其心 隨其心正,佛土正 這個正到,即是無所住 正就是無所住著 因為有所住著就是有所住 有所住就不靜 但我們眾生三獨分心 什麼叫三獨? 探、振、癡、這三種煩惱 是毒害我們的發生為命 眾生的三獨分心 遺培這個慰惡充滿 眾苦逼拔的世間 當為安慰之處 是否不能解脫 這就是屬於慰土 如果能夠無住 就是心清淨 即是心清淨 即是土也都清淨 引致我們有所經聽到 為心淨土 至聖彌陀 土和佛 以及眾生 都在於一心之中 不是離開心外有淨土 醫部 不是離開心外有淨土的醫部莊嚴可得 這個醫部就是我們醫子所居住的國土叫做醫部 所以欲想令到佛土莊嚴清淨 應該從這個清淨心中去擴展出來 但是怎樣化這個逐惡的世界為清淨 轉苦痛的人生為解脫呢? 這些就是菩薩唯一的事業 逐惡世界的淨化 即是莊嚴佛土 這些就是要經它以願力為根本 菩薩立大願在恩中修行 雖然是了知到修本無修 但是仍然以自自然而去精盡勤修界定為 精盡做報師、外語、離行同事 以及綠波羅蜜等的行門 去莊嚴內心的淨土 無相之忠而勇猛精盡修學 直到德正果為的時候 明知是正無所正 亦都是自然而去 不妨任運而去正 顯出它所莊嚴的清淨國土 佛就恐怕有人懷疑 有佛土可莊嚴 這些就是取相 所以就問須菩提 但是尊者是解空第一之人 了達到這個道理 故此為莊嚴佛土 心無住著 就無佛土可莊嚴 無相之相 就是清淨實相 才是真正的莊嚴 所以說到這個衰眉山 衰眉山就是屬於梵主 翻為中國音 衰眉就是翻為妙高 衰眉山就是妙高山 或者稱為妙高峰 這個山就是四寶所成的 金、銀、流泥、水晶 四寶所成 所以稱為它叫妙 它入海和出海 都是八萬四千遊巡 入海深度有八萬四千遊巡 出海高度有八萬四千遊巡 所以稱為它叫膏 除了七金山之外 四邊也有很多山圍繞著衰眉山 所以衰眉山是高出眾山 以及七金山之上 因此稱為它叫山王 有人說 我們所住的世界 天空有時是偉藍式 偉藍式的天空 就是因為我們所住的南洲 住在衰眉山之南 衰眉山之南是屬於流泥堡所成的 因此映在這個天空之中 我們就好像有時看到偉藍的天空 是這樣的意思 佛問 譬如有人身上猶如衰眉山王 那這個身是大不大呢? 這一個問題 就是以右上之身 來顯出無上之身 衰菩提尊者 他是解空第一之人 所以佛陀稱他為人中第一 因為他是解空的人 衰菩提明白這種道理 他說很大 這個身很大,細尊 八萬四千遊巡 什麼不大呢? 但是這個大身就是飛身 這個飛身 因為我們覺得他有大 就有小 有大有小就執著 有所執著就是有所界限有限量 你縱使之間是大 也不是真大 但是我們無所執著 雖然是大 這個身是無形無上 所以飛身 飛身就是無上之身 故知稱為他要大 如果執衰微山的身為大 這樣就有大相 就有小相 大小相對的時候就是執著 這些就是眾生心 分別的衰微山王身 是這麼大 但是從般若至之中 我們所了解到的衰微山王身 是無分別的發生相 這個發生相 從直這方面來講 是貫通過去現在 未來三世 向橫這方面來講 他就是廣遍於四圍上下十方 所以靈言經裡面說 十方虛空在如來的心中 由於一片雲點綴點絕在太虛空裡 所以這個無上之法身 才是最大之身 因此衰菩提尊者說 何以故佛雪非身 是名大身 就是了解到真空的意義 阿彌陀佛 黃真正! 在那裡 死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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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